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讯法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Lubia 今天咱们的课题是 大家请看特殊循环2 咱们上一期是特殊循环1 今天咱们再讲2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支点 有两个 一个是Up2 升到哪 一个是Down2 降到哪 字面很好理解 好 咱们看一下它怎么使用 马上看一下今天咱们的实战演习 首先是Up2的使用 咱们上期的循环 是用到这个 咱们看一下吧 回顾一下上期 用到这个 基本的一时循环 没有问题 然后这是一个Times的循环 从0循环到5 循环到5-1 应该是循环到4 然后这个是Step循环 从1循环到几 然后Step是几 这是咱们上次的复习 今天不一样了 今天咱们用Up2 什么意思 比如说咱看这个写法 我现在当前是2 我想一直循环到5 该怎么写 就这样写 如果是上期写Step的话 这就是1 然后.Step 然后写5 逗号1 那这个咱们就 如果用力Up2的话 就不用了 直接写2.Up2 5 然后循环每一次的内容 相反 与此相反 Down2就简单了 我从5再循环回2 该怎么循环 那就是5.Down2 刚才是2.Up2 现在是5.Down2 然后呢循环到几 2 然后呢 这输出每一个循环内容 但是有个注意点啊 嗯 它是从2 循环到5 而不是说循环到小于等 而不是循环到小于5 它这个就是小于等于5 所以说呢 从2到5的话 2 3 4 5 应该是循环4次 Down2呢 同理 从5降到2 也是了 5 4 3 2 也是4次 这个咱们大家注意啊 它不是大于2 这儿呢 不是小于5 注意这个问题就可以啊 好 咱们马上运行 看一下今天的例子啊 我这建一个临时文件 test 卢比 然后 把Up2 Down2 烤过来 好 咱们实际运行 然后我再开一个控制窗 或者叫做终端啊 叫卢比控格test 回车 大家听下来吧 咱们上面这个Up2呢 是从2循环到5 然后我输出Up2等于 就这个地方 Up2等于呢 2 3 4 5 一共循环了4次 下面呢 是5降到2 5 4 3 2 大家请看 Down2 5 4 3 2 也是循环了4次 这个也是相对比较好用 不过我实际用的并不多啊 但是卢比呢 他知识这个写法 那今天呢 作为知识点 介绍给您哦 好 今天的知识点呢 应该不是很难 我觉得您学习了上纪期之后呢 今天的理解写呢 是非常的简单 呃 作为一个知识点 请您了解就好咯 好 那么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门中国 今天的视频呢 会放到YouTube 供您观看 那这个视频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